本土球員 在各隊能夠有更多表現的機會 哇 這邊是空中補給 波朗來一個拖進兩分 對 容易的事囉 再給到拖車的Washburn 打球線的跳投 波朗再拿兩分 對 今天這個 有點像雙卡的感覺 讓夢想家這邊的防守 有點狂不勝防 打法方面可能沒有辦法 到那麼有默契 那現在就防守段必須要 做一些考驗了 因為這方高度真的今天佔盡便宜 高度來說可能會比較吃虧一點點 夢想家改守一個區域防守 來看一下林航元怎麼突破 好熟喔 今天波朗 一開始的信心非常的足夠 周一翔 上週的單球MVP 整球給波朗再來一顆 哇 第一節 這一個是純農美式啊 第一節拿下11分了 麥卡洛再頭一顆 對 又放到籃框 前面波朗跑快攻 接球 雙手扣籃 這是桃園販骨啊 這裡保養好 很重要 來看一下又是波朗的輸手 再來兩分 第一節 這個Elecron是unstoppable 往裡面交 波朗有升到的優勢 對象周柏晨現在拿到兩分 對 今天光是在這個防守端 力沒有借到喔 波朗已經很清楚的 現在有看到隊友的位置就是 波朗 單身的跳狂 這是一顆空心的破網 波朗 波朗 哇 換個籃框還是很準啊 對 進擊就選擇自己上了 目前對自己的攻擊是更加有信心喔 哇 這邊波朗 馬上再來一個三分球 壓住對方的氣焰喔 已經三分球 胡俊翔 斜久後現在來突破挑戰籃框 籃底下博朗 撿到了這一球喔 排進分數 往進去交 博朗的身高優勢 直接翻身找籃框 再加兩分 來到了29分 所以現在也要考驗一下夢想家 到底要不要讓大B回到場上 來 打到最後一秒鐘了 那在這個籃板球下來 最後的比數就停在93比82 出場的領航員 在本週三場比賽的第一場比賽 擊敗聯盟龍頭夢想家 斬斷了夢想家的三連勝 同時取得這個對戰的本季第一勝 今天這個波朗咖啡是又濃又嗆 單場31分的演出 個人爆量的得分是率領領航員 在主場守住這場勝利